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早晨 我是袁子佩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以前拍照 没有人拿机 你可能要四围问途人叫他们帮忙 今时今日有很多相机和手机 都已经有前置镜头 自己拿机拍自己都可以拍到一张美照 其实我们是何时开始玩自拍的呢 他就说自拍由他发明 名媛Paris Hilton早前在社交网站Twitter说 2006年他和歌手Britney Spear合照时 发明了自拍这件事 《纽约时报》于是向南加州大学教授 Mark Marino 求证 教授就说这一张才是史上第一张自拍照 在1839年 摄影发烧友兼电灯製造商 Robert Cornelius 摆好了相机 然后冲去镜头前面摆了个姿势 这张相被公认为是最早的自拍照 你可能会说这张相不算 因为Robert是没有自己拿机拍的 不过以下这张相应该可以符合自拍的定义 照这样看 Paris Hilton就应该不是发明自拍的人 那自拍神器又是谁发明的呢 会不会就是他 1934年一对瑞典男女 用了一条树枝来按键 不求人地拍了这张相 这支树枝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支自拍棍 社交网络上的自拍照多到惊人 有人为了留念 有人为了骗like 为了自拍 你又可以去到多尽呢 有美国和印度大学的人员 一起做了一个调查发现 2014至16年全球有127宗 因为自拍而死亡的事件 多数人都是在高处自拍跌死 亦都有人是浸死 亦都有人在火车前自拍被撞死 当中有76宗发生在印度 有学者就分析 自拍的人是想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来寻求人家的认同 但沉迷自拍 过分着重人家对自己的评价 会不会反而令我们忽略了自己内在的价值呢 以前的人有想过 相机可能是摄走了人的灵魂 今天自拍又有没有摄走人的理智 还有自信呢 有传媒报道过 香港有个佛门得高望重的大师 和一个穿着比坚尼的女伴 把臂同游 而女伴居然是个尼姑王 和尚不是要守戒律的吗 在古代河池国有位高增河摩罗什 他翻译了很多佛经 和唐三藏齐名 不过有一种不同 就是他有老婆 但是,是被迫的 话说前秦皇帝福坚 听闻河摩罗什是高增 想请他去中土 但是河摩罗什不肯 于是福坚就派兵攻打河池国 并且弄走河摩罗什 之后还灌醉了他 安排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就是这样 河摩罗什就破了界 Oh no 河摩罗什其后 做了后巡的国师 后巡皇帝跟他说 大师聪明超誤 天下莫异 何可使发肿小字 疑似是大师这么聪明 怎可以不留后 于是送了10个女人给他 要他多生孩子 河摩罗什很无奈地接受 其他和尚看到这样 想有样学样 尽书记载 河摩罗什叫他们来 拿着瓶子,上面放了针 然后说 若能见效食此者 乃可逐失矣 意思是 你们想娶老婆? 行,学我了 然后当场吃完针 一点事都没有 娶老婆要找命博 每个人都缩沙了 其实在唐宋年代 很多和尚都娶老婆 他们会收钱帮人做法师 但是不守戒律 就叫火扎增 不单止中国有和尚可以娶老婆 日本也有 日本在明治维生之后 政府发布公文批准和尚娶妻 所以和尚有老婆是常态 为什么? 其实背后有历史和文化原因 第一,以前很多贵族子弟 如果不能够执政 就会入寺院出家 但他们也要有子女继承家产 于是结婚 第二,日本和尚的工作 是主持葬礼 只要他们做好法事就可以 等同打工似的 出家没有说一定要得到成佛 所以手不手释戒 纯粹个人选择 回到今天的香港 出家人 大家都理解应该要守戒律 男女争人把臂同游 算不算破了释戒呢? 《城堡》报道 《城堡》报道 《关注婦女性暴力的风雨栏》 公布近年的服务数据 显示受害人和侵犯者 有职场关系的个案年年递升 由2015年的10宗升到2016年的24宗 增幅达1.4倍 关注婦女性暴力协会总干事 王秀庸对此感到惊讶 受害人通常担心失去工作 担心破坏关系和报复 以及因为公司缺乏处理 投诉个案程序而不求助 他又说数字上升 其中一个原因是社交媒体 例如WhatsApp等作出性骚扰的行为 都越来越多 他建议公司定立处理性骚扰 投诉个案的程序 和教育员工认识性骚扰 时间接近八点钟 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天气 现时气温17度 相对湿度63% 预测今天气温15至19度 今天多云 我们一起看一下交通 通情况我们看到这里 早晨早晨 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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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